哎 你們不要再哭了好嗎 我想笑著走 因為歌手2024首期大報話題杜拉滿 同為芒果台的王牌綜藝 浪捷舞的關注度被搶走了不少 如今播出近半 熱度似乎遠不如預期 甚至連一個出圈的舞臺都沒有 另一邊浪捷舞第五輪公演 確定將於本月31日正式錄製 共有22位姐姐參與角逐爭奪總決賽名額 選歌和分組很早就在網上報了出來 從整體實力來看 三團可以說勢均力敵 山峰點火族有8位姐姐 人數最多 陳浩宇繼續擔任隊長 隊員有鄭妮可、孫夏琳、袁亞維、萬妮達、謝金燕、張于希、柳妍 其中鄭妮可、孫夏琳、謝金燕都是全能選手 袁亞維是大Vocal 萬妮達是Rap擔當 張于希和柳妍也以舞蹈見長 雖然人氣方面沒什麼優勢 但全隊沒有一個人拖後腿 破風組隊長是何杰 隊員有陳立軍、劉欣、韓雪、郭碧婷、王林、苗妙 二宮喜愛杜榜前十名 這組佔了四個 只是對於個別姐姐來說 靜歌熱舞是不小的挑戰 七位組分到的是原創曲《密不透風》 組員包括蔡文靜、薩鼎鼎、尚文杰、Joyce、朱丹、楊錦華 丹從唱功來說 這一組集結了三位大Vocal 另外四位要弱一些 如果歌曲呈現得比較好 未必不會拿到高票數 除了團隊排名之外 每一場公演還有一大懸念 那就是人氣王的歸屬 已經結束的前兩宮 還有尚未播出的三、四宮 喜愛杜投名輪流坐莊 分屬四位姐姐 使得五宮的人氣王歸屬 越發撲朔迷離 綜合來看 有五位姐姐有望登頂 第一位是七位 一宮第三、二宮第一 第二位是劉欣 四宮雖被曝跌到第九名 現場的人氣仍舊不可小觸 第三位是陳立軍 一宮第二、二宮第四 三宮被曝拿到第一 第四位是何杰 被瓜主爆料是四宮人氣第一名 本季的存在感相當高 還有一位則是尚文杰 前面幾場公演他一直被低估了 二宮才守盡前十 相信後面幾輪名次會一路上漲 上一季五宮淘汰了兩個人 不出意外 這一季也將有至少兩位姐姐打到回府 參考前兩輪的人氣榜 處於危險區的姐姐不在少數 陳浩宇組如果輸了 萬妮達和謝金燕都很危險 特別是萬妮達一直倒數 令眾多網友易難評 和解組的王林和苗苗 雖然排名位於中段班 其實並不保險 尤其是王林 能走到五宮已經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了 至於七位組 倘若被投到了戴定區 朱丹和楊錦華未必能安全過關 一當綜藝辦了舞技 無論是節目形勢還是賽制 觀眾審美疲勞在所難免 要想維持住熱度和口碑 僅靠炒話題以及幾位明星的流量 是遠遠不夠的 終究還得靠高質量的舞臺說話 浪捷舞成風2024三宮舞臺來了 上半場表演的曲目有隊長秀鼠秀 招牌動作小雨下雨天相繼登場 現在一起看看姐姐們的舞臺吧 鼠秀首先是六團隊長集體旗袍亮相 攜手演繹鼠秀 法國姐姐Joyce經過和陳立軍的學習後 特意在表演過程中融入了樂劇唱腔 帶給了聽眾滿滿的驚喜感 竟顯國風魅力 隊長秀排名 一件帽喬伊斯183 二件帽七威178 三件帽萬妮達164 四件帽和傑155 五件帽謝金燕155 六件帽尚文杰151 喬伊斯姐姐每次都會給人驚喜 這次唱的樂劇也好聽 萬妮達終於不是倒數了 讓人沒想到尚文杰是最後一名 下雨天 來自中法兩國的四位實力 包括喬伊斯 韓雪 薩鼎鼎 P.A.袁亞維 暴改夏雨天 法語版玫瑰人生開口櫃 夢幻聯動 沒有想到中文歌和法語也很適配 看得出來姐姐們真的很用心 小雨 由萬妮達 李佳格 孫夏琳 陳浩宇四人表演 動聽開嗓 真假聲絲滑切換 像小雨般動人心弦 如氣如素 如吃如醉 轉變風格 挑戰Rap 沒想到姐姐會演戲會唱跳 連Rap實力也這麼好 而且 小雨裝造也太美了吧 輕紗飽慢 光影橫斜 陳浩宇一席紅衣 禁顯妩媚 好勾魂啊 陳浩宇你真的好會 招牌動作 謝金燕 演員王林 蔡文靜 戴威卡麥 黑白椅子舞 帶來經驗的視聽享受 全場的目光此刻都由招牌動作掌控 四位姐姐實力在線 椅子舞讓人眼前一亮 舞台效果高於我的預期 除了導播切碎的部分以外 大部分都挺整齊 也挺女團的 謝金燕姐姐尤其出彩 太適合這舞台了 王林姐姐能全部跟上也很厲害 本身王林和謝金燕 兩個武林家歲的姐姐 出現在這舞台 就足夠乘風破浪了 蔡文靜還有多少驚喜 是我不知道的 本來以為是個大大咧咧的魅寶 沒想到現在完全一個人 撐起了一片天 自己舞蹈動作沒做好 就留下來單獨加練九個小時 招牌動作舞台大秀舞技 這舞台終於是讓蔡文靜 給闖進去了 浪姐舞舞功謝金燕 蓄勢待發 再現衝鋒 鄭妮可被打得無從還手 陳立軍局面緊張 陳皓宇吃了啞巴虧 在浪姐舞的第五次公演中 謝金燕如同戰場上的勇士 蓄勢待發 再次展現出她的舞台衝鋒能力 她的表現令鄭妮可措手不及 幾乎無從還手 陳立軍面臨的局面也異常緊張 而陳皓宇則似乎遭遇了不公 吃了個啞巴虧 謝金燕的衝鋒 在此次公演中選擇了一首 充滿力量感和節奏感的歌曲 她的表演如同戰場上的衝鋒 充滿了激情和動力 她的聲音飽滿而富有穿透力 舞蹈動作乾淨利落 每一個節拍都精準地擊中觀眾的心弦 謝金燕的這次表演 無疑是她實力地再次證明 她的舞台掌控力和表現力 讓她成為了全場焦點 鄭妮可的困境 在此次公演中的表現 似乎並未達到預期 面對謝金燕的強烈攻勢 她似乎有些措手不及 難以組織其有效的反擊 她選擇的曲目 在演藝上可能存在一些難度 而她在舞台上的表現 也缺乏一些必要的亮點 導致她在與謝金燕的對決中 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陳立軍的緊張局面 在此次公演中的局面非常緊張 她的表現雖然穩定 但在激烈的競爭中 她似乎始終處於一種高壓狀態 陳立軍選擇的曲目 在情感表達上非常深刻 但在舞台效果上 可能不夠突出 這讓她在與其他選手的競爭中 稍显烈士 陳浩宇的雅巴奎 在此次公演中的表現 似乎遭遇了一些不公 她在舞台上的表現 充滿了誠意和努力 但在某些關鍵時刻 她可能因為一些外在因素 或評委的主觀評價 而未能獲得應有的認可 這種情況讓她感到有些無奈 仿佛吃了雅巴奎 舞台場面的震撼力 此次公演的舞台場面 充滿了震撼力 從謝金燕的衝鋒到 鄭妮可的困境 從陳立軍的緊張局面 到陳浩宇的雅巴奎 每一個環節都構成了 這一集的精彩看點 浪捷舞的第五次公演 是一場充滿激情 競爭和挑戰的比賽 謝金燕的衝鋒 鄭妮可的困境 陳立軍的緊張局面 以及陳浩宇的雅巴奎 每一個細節都展現了 女星們在舞台上的真實情感 和藝術追求 儘管比賽有勝負 但每個參賽者 都是自己人生舞台上的女王 新一季的浪姐 《乘鋒2024》 已經完成了初舞台 一宮舞台和二宮舞台展示 並且三宮也已經組團小考完畢 現在就在期待著第三次公演了 第三次公演一共組了六個團 每個團之間的實力差別 還是很大的 公認人氣高的組是七微組 不僅拉來了劉欣 還拉來了陳立軍 這三位的個人排名每次都靠前 名副其實的人氣選手 結果組對了 難怪其他姐姐都說他們團是天團 這還真是沒說錯 這還讓其他團怎麼打 七微團是六人團 團員還有張瑜熙 楊錦華和蔡詩雲 他們六個好平均 人氣 知名度 跳舞 rap 演技 美貌擔當都有 很適合一個團 錦號成峰2024洞 他們是人氣最高的一個團 但說到實力最強 許多人都會覺得是喬伊斯團 這個團是四人團 成員分別是韓雪 薩鼎鼎和袁亞維 一起演唱《男拳媽媽的夏雨天》 這一組可以說全員實力唱將了 薩鼎鼎是聲名顯赫的歌手 袁亞維業務能力能打 是本季的一大Vocal 韓雪在這個節目上 憑歌聲圈了不少粉 早期也是歌手 讓人看到了她的實力 還有法國姐姐喬伊斯 歌聲情感感染力強 個人排名每次也在前幾位 難得一個外國姐姐不退賽 努力練習堅持表演 唱功也不錯 排名靠前 有觀眾緣也正常 第二次公演 韓雪就和喬伊斯一個團 兩人合唱身後這首歌 真的是唱到了觀眾新坎裡了 技巧 情感都有 這組贏得第一也是實至名歸 韓雪和喬伊斯還在合作相處中 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所以第三次公演選人 韓雪首先就和喬伊斯兩人 兩兩組隊 然後又加入了兩個姐姐 萨鼎鼎和袁亞維 四個大Vocal全都在一個組 實力很強 簡直無敵了 而且他們作為第一團 在選歌時有優先權 他們組選了夏雨天 這首耳熟能詳的歌 大家都覺得 他們這組這次肯定穩了 成員無短板 也選到了大家熟悉的歌 這次肯定又要第一了 但讓人驚訝的是 他們小考時排了倒數第一名 這落差有點大 觀眾也難以置信 但這次小考 真的暴露了他們組的問題 一堆太強的人聚在一個組 還真不是一件好事 排練時 袁維亞 韩雪和薩鼎鼎 跟老師說要改調 才能唱出歌曲本身的故事性 只有喬伊斯堅持說不要改調 歌原本就很好聽 但一人拗不過三人的堅持 四個人單獨唱還挺好的 也算歌有特色 但小考時問題就放大了 四個人像在唱四首歌 尤其合唱部分聲音太吵了 一點都不和諧 每個人都在炫技 像在叫勁一樣 只覺得耳邊各種叫聲 亂轟轟一片 聽得人心煩意亂 聽眾都覺得下雨天炫技過頭 尚文杰也進行了高情商點評 這是一個炒事書 硬生生變成了浮跳牆 所以這組看似最強的團隊 最後竟然成了最後一名 並沒實現強強聯合 表現出來卻是很差 很亂 強人都想突出自己的唱法 就變成大暴雨 反而是小雨這首歌 四個人的音色很搭 感覺特別好聽 所以一堆太強的人聚在一起 不是好事 最好是一兩個能幹的 帶一兩個小角色 小角色聽話好好學習 跟著做就可以了 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把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 才能實現共贏